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晚有消息傳出 英國內政大臣彭代令 就著BNO救生艇計劃 寫了一封信給首相約翰遜 要求他在英國時間 今天早上9點作出回覆 實情這封信早在12天的時候已經發出 只不過消息是昨晚才傳出 就算約翰遜真的同意彭代令 在這封信裡所建議的BNO救生艇計劃 也有一個生效條件 這個生效條件就是全國人大常委 真的強推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當這個法例真的通過以後 這樣BNO救生艇計劃才會生效 若然是用一個所謂替代方案 即是說由香港來自行就住23條立法 實情英國外相南韜文已經說過 英國是不會反對香港就住23條立法 只不過如果由大陸 由人大來通過國安法的話 這樣就不行了 這樣就違反了1984年所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 這個論點在封信裡頭也有提及到 實情彭代令今次這個計劃 已經涵蓋了絕大部分有需要人士 不僅是BNO持有人會受惠 而且BNO持有人的配偶 以及18歲以下的子女同樣也可以下一體軍殲 只不過總會有一些漏網之餘 比如說在1997年7月1日至2002年期間出生的人 基本上就沒辦法享用到今次這個優惠 因為他們本身既申請不到BNO護照 因為已經是主權移交了 也沒辦法成為BNO護照持有人的18歲以下子女 因為已經超過年齡了 所以這班人就是沒辦法了 可能要等到遲些五眼聯盟再有些新的計劃出來的時候 才有辦法可以享受到 因為這封信裡寫得很清楚 為何要制定在18歲以下的子女呢 因為今次所制定的計劃 是不能夠和其他地區或者以往的移民政策 是有雙圍背的地方的 當然如果說全家都沒有BNO護照的話 也不能夠享受這個優惠 因為信裡說得很清楚 沒有BNO護照的人是不合資格的 當然如果有外國護照的話就不用BNO護照 但如果真的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個機會可以修補這個漏洞呢 也不是說一定沒有機會的 因為前排外相藍韜文也有提及過 說要求五眼聯盟的其他國家 去盡量接收香港人 到時就看看有沒有一個新的計劃 但目前來說就真的沒辦法了 今次這個BNO計劃推得這麼急 有不少的分析都說了 就說相信英國方面 就是收到一些風聲 肯定這個港版國安法是會被人大常委會通過 所以才是來得這麼急 實情我也同意這種說法 也跟我們之前的判斷一樣 就是港版國安法也沒有什麼不立法的空間 因為已經是吹行雞 打羅打鼓說會立 沒有理由林鎮退縮 這也不符合共產黨的旺跡 因為共產黨最愛面子 當國安法出台以後 他自己也沒有一個後退的空間 只不過是看哪一天去立法 只是這個意思 至於英國方面 你說他收到風聲 也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以英國過往的經驗 如果不是有一個很強烈的迫切性 他們做事相對來說是比較立落的 大家都應該記得 在今年五月初的時候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曾經說過 要押後公布那份關於香港的年度報告 他說要等待大陸全國兩會開完才公布 因為在兩會當中 會有一些新措施 是針對香港的一國兩制而實行 最終重度認一認 就是講港版國安法 所以五眼聯盟國家收封 肯定是有他一手的 至於說BNO護照 還有沒有一個更進一步的平權空間 即是英國方面會不會直接把居英權 賦予給所有BNO護照持有人 看起來就沒什麼可能 因為這次彭代寧所制定的這個新計劃 他一來就說了是沒有限額的 即是說你BNO護照持有人 無論你那些下配偶或者子女 一個都沒有BNO也好 全部都已經是會一體軍殲 都可以享受到這個優惠 更好過直接把居英權 賦予給300萬個BNO護照持有人 如果直接給的話 就變成了對英國沒有保障 到時候什麼人都可以去 藍絲也可以去 什麼人都可以去 現在起碼他切了一道防線 就是你有需要 而且你是真心想去 他才給你 其實現在彭代寧這個建議 已經放寬了很多 一來就放寬了逗留限制 就沒有說一百八十天之後 你就要離開了 現在就可以任你去那裡住 基本上是 只要你找到工作單位 只要你找到一個學位去就讀 你就可以在當地逗留 而且也不需要再申請什麼額外的Visa 以前說要去做事 又要申請這樣那樣很麻煩 現在都不用了 還有就是 就是住滿五加一年 就可以獲得這個無限期的居留許可 已經是放寬了很多 如果連這些條件都達成不了的話 那還去什麼英國才行 當然英國也保障自己 說明你BNO那些人 去到英國住那幾年 如果未曾正式入籍的話 就沒有辦法享受到英國的福利 我覺得這件事是無可厚非 對不對 除非香港真的出現了一些即時和嚴重的人道危機 否則英國就肯定不會直接把BNO平權 因為它一定要保障自己 那些醫療福利各樣的資源 是不會被濫用的 其實我也傾向相信 就算前陣子有很多市民走去速遞那裡排隊 打算把BNO護照寄回英國那裡換領也好 大家都只不過是買定一個保險 留定一條後路給自己 就沒有說港版國安法一通過以後 就馬上各個走投了 因為要放棄所有在香港的事情 是很難的 很多人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事業 建立了自己的人脈自己的網絡 一時之間就說要一走了之 無論是打工仔女也好 做生意的也好 基本上一去到外國 絕大部分的人都是重新來過的 除非你說有外國的機構請你過去做事 這樣就另作別論 對不對 那麼有多少人有這樣的魄力去做呢 更何況就是 年齡越大 你要重新建立那些東西的成本就越高 因為時間距離退休很短 當然如果一個人剛剛畢業在大學 這個去移民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就搞清楚 如果是迫不得已 不能選而去走 那個不是移民 那個是走難 一定要做好這個期望管理 故此我自己也覺得 在這個港版國安法事件上 是不宜過份樂觀的 有些人就說 在這個楊潔篪和蓬佩奧談完之後 最終就不會立法的了 這個港版國安法 真是看不到有這個機會 因為上年楊潔篪去紐約見蓬佩奧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談關於 到底要不要出兵來香港這個問題 但是當時 他們這個決定是沒有擺上台面的 只不過 就通過很多蛛絲馬跡 是去把這個風聲傳給你香港人聽 比如說在微博上說 解放軍可以在幾多分鐘之內來到香港 諸如此類 又或者是雖遠必豬等等 拍一些影片宣傳帶出來 但是他始終沒有把這個決定擺上台面 到最終就算拉倒了這個決定也好 他始終來說 都是在一個背後操作的 但是這次不同 這個港版國安法 打羅打鼓 說到明一定要立的 無論是全國人大也好 無論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配合也好 或者是香港那些建制派的流羅 在這裡吹雞 在這裡積極配合也好 喂 那壇大氣大龍諷就搞了出來 那你說他有沒有機會去縮呢 其實他也沒有空間去縮 他最多是看看哪一天立 昨晚全國人大發工委出來說話 說工作計劃當中 將會增加加快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 即是說這部法律仍然在制定當中 故事你說會不會在18號至20號那一次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當中通過呢 就似乎是機會沒有那麼高的 因為你說現在還在制定當中 要加快制定而已 那只是說還未成立 那至於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他又怎樣說呢 他是常委來的 他有份去開會 那百多個常委其中一個 他就說 審議這個港版國安法 並沒有提及到在議程裡面 會議暫時也沒有新的通知 故此 今次議程也只是提到要加快制定港版國安法 因此 就未必會在今次的會議當中審議 但是主席都可以去加開會議 但是這方面就未收到通知 故事你說會不會在18號至20號這一次的會期當中通過呢 那機會就比較低 但是他會不會再加會呢 那之前HK01都有放過風聲出來 就是可能會加會的 那在這方面 HK01的風聲是挺準的 所以 就算今次不結束 遲早都會結束的了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